前几天杭州警方路上一家面包店的店员报警 说是一个中年男子来店里买面包 最后用三块钱换回了九十五块钱 外加一袋八块钱的面包 当天下午一点左右 一个中年男子走进了面包店 他在货架上拿起了一袋面包走向了收银台 在这个过程中 男子其实并没有把一百块钱给店员 店员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随后在男子的催促之下 店员找了九十五块钱给他 找完钱之后男子又开始兜起了圈子 这个就这个 男子故意找了一款缺货的产品 确定没货以后 男子又拿起了货架上的一袋面包 随后男子转身离开 店员回到了收银台 这时候店员才回想起来 男子没有付那袋面包的钱 更没有付过一百元 跑出去一看 男子已经不见了踪影 店员就报了警 男子今年五十多岁 安徽人 前几天他在网上 看到一个关于找零钱的娱乐视频 觉得可以通过这种方式骗钱 就想试试 结果还真成功了 不过最后 当然还是法网恢恢 数而不漏 他据他自己称交代的话 是当时也是在网上学的 然后也是贪图小便宜嘛 那现在怎么处理 现在因诈骗已被行政拘留了 腰包包好经验记者报道